我們下來了 啊 我知道了 會不會是剛剛那個女的 布羅蒂 她說她被咬了 誰 吵架了 兩個在吵架了 感覺有引擎啊 你們到底在吵什麼 事情要發生喔 Marlon let him take the twins him and his people 他還在跟講什麼 喔 哇 哇 我抱歉 糟糕 你做什麼 我抱歉 你一定會好嗎 我保證 你瘋了 救命 你怎麼說我 我告訴你不說 怎麼 我可以做什麼 只要 只要 只要跟她 前方 在台外 你良好嗎 手 霍地 這就是我 內在 家暴了 情侶在吵架 可 可 反正馬龍跟那個壞人有關聯就是了是不是 把我們抓走 所以說那兩個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死了 馬龍要跑走了 他怕我把事情抖出來啊 大魔王顯靈了 大魔王顯靈啦 把他勾起來 他沒有用手啊白癡啊 完了我們要在殭屍 在他變殭屍之前 趕快逃出去 找到手電筒 完了完了他要變殭屍了 完了完了要變殭屍了秋生 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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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開始了 登登 那什麼 有了 拿到了尺 夠薄 完蛋了完蛋了 要準備蹦出來喔 做好心理準備啊各位 要蹦蹦了喔 有球耶 你看那顆籃球 繞路 繞路繞路沒事沒事 他要不見了 哈囉 哇 跑掉了 OMG 變超快的 變超快 快點快點 不要抓我 馬龍也是壞人啊 就是合夥的啊 快點快點快點 他快起來了 快啊 God 他要QTE 打剛剛自己的有QTE 有有有 OMG consiste 啊~~~~~~~ 別~~ 別~~~ 垃 垃 也渺 有點滾 快些了 快些了 呃 呵呵呵呵 我覺得馬龍是因為想要自保啦 所以把那兩個女的給拋棄了 所以說那兩個女生 不是他們殺的 不是殭屍殺的 是那個馬龍 為了自保 把那個兩個女生 交給那兩個男的 交給那些男那個什麼 怎麼講交給壞人 這樣子 加999 手電筒 我殺了 又在亂摘一張了 別去 到底要信誰啊 看她的手 她的血液被佔了 哇 完蛋了 情勢緊張 把他們賣掉 沒有人要相信她 又在辯駁了 我該怎麼回她呢 我該怎麼回她呢 完蛋了 我們之前所做的選擇會不會影響啊 我們之前所做的選擇會不會影響啊 她會相信我嗎 她會相信我嗎 她會認識她 兩天前 沒有 我沒有認識你 我抱歉 我抱歉 這不像你 我認識你不弱 不要讓她進來 頭髮 嘿 那什麼 Mindy想要你做 她也是我的朋友 她也會賣你 她也會賣你 C'mon 我的手下 Yeah 我的手下 你不明白 你完全不明白 你 我試著 保護你 所有 你 每個一人 我 我 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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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我沒發現你們這麼嚇人了 他們告訴我他們死了 自破梗 把我姊姊交出去了 他犯錯了 我和小田的關係不演的 我們還有機會補救 我沒有選擇奪槍會不會不太好啊 也不會忘記這件事 感化他 等一下他為了彌補 自殺 沒有 他把槍放下了 唉唷 唉唷 他要自己走了 唉唷 你可以留下來但不能當領袖 唉唷 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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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哄哄哼 Holy shit Holy shit 幹 唉可是說這也是我教他的阿 可是 行為偏差了你知道嗎 可以 應該是講說這個小孩子在這個世代生存 他根本是非對錯還 並不是非常的準確 嚴重性不懂得拿捏 鑄成了大錯了你知道嗎 鑄成大錯啦 對啊 可是沒關係啊 不用重玩因為我們就一次玩到底 看最後結果怎麼樣好不好 這樣才有趣嘛 以後要重玩你們自己私底下重玩齁 思想偏差了 應該是說 價值觀不一樣啦 他們因為現在 這個世界已經亂了 這個世界這麼亂了要怎麼去教育 現在的小孩子 他們可能認為開槍殺人 沒什麼關係你知道嗎 習以為常 然後 aj把他判定成是壞人 就直接給他開下去了 小愛會不會嚇到爆所有人的頭 還要教啦不能怪他 不是這樣子沒錯啦 但是 但是也太突然了吧 小愛的這個行為 其實說真的克萊有點責任 相對感覺好像是我害他的你知道嗎 的確射殭屍是要瞄準頭部 沒有錯啊 但是他不是殭屍他是人啊 哈哈哈哈 開笑死 哇塞 這麼刺激啊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章節有什麼 這是第一章 第二章即將推出 叫什麼 讓孩子來 這邊 讓孩子來 第三章叫做 壞掉的玩具 克萊壞掉了嗎 最後一個章節 帶我們回去 夭壽啊 可能把人當殭屍怎麼可能 都講那麼多屁話了還把人當殭屍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個 想 小孩子的思想問題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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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一個正確的觀念 可是其實說真的也不能完全怪他你知道嗎 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殭屍充滿殭屍的世界裡面 已經沒有什麼所謂的道德 你不這麼覺得嗎 雖然我們 我們覺得會挖得發 可是 或許小愛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必須殺了他 或換 或換資源 殺了他 以後也少一頓飯不用給他吃飯了 他也不會再知識了 也說不定 小孩是最直接的 但是也是最果斷的 不會有太多的 天馬行空的亂想說 該不該留他幹嘛的 小孩就很直接 你這樣子我就把你射死 對不對 是非對錯都已經喪失了 真的 小愛保護姐姐抱頭擊殺 妨礙我必死 是非對錯 沒有阿 對阿 如果我是身在充滿殭屍的這個世界阿 或許會像小孩這樣人血無情吧 因為不懂阿 就知道要怎麼生存 想辦法生存 對不對 你看像剛剛那個AZ 他已經到房間第一件事情是什麼你知道嗎 真的完全都是廷克來的喔 先看好逃生出口在哪裡 我不知道這個細節你們有沒有看到 他一到他們的房間 AZ真的 就是完全就是一個 軍事化的那個小孩子 一進去 就先想好要怎麼逃生了 睡覺也睡床底下 阿 非常的緊 警覺 非常的謹慎 沒人摸他就直接往他懶趴打下去 是不是 真的 對他有威脅的人都要掏槍 對 然後不睡床做好防備 老頭可能會坐著開直播 屁阿 最好是坐到這個世代我還坐著開直播 這時候搞不好連網路都沒有了 AZMVP 好不好這就是第一章節喔 他也沒有說第二章節什麼時候出 反正一樣老樣子 如果第二章節出我們就開直播 然後把它剪成一段一段的 大概剪個半小時這樣子 好不好然後之後把它出完 那麼今天差不多先到這了 那個 也該休息了啦 說真的這個時間點很晚了 我本來是待會就要睡覺 只是看到 怎麼有人在直播第一世紀想說 阿來趕快來播一下好了 就趕快趁熱你知道嗎 剛上架我們馬上就下載來玩 對啊 因事錄更新都蠻快的喔 對啊 好啦各位就 就不 就不 就不拖延大家休息的時間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到時候先結束啦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希望你們看得愉快 希望接下來劇情不要太鳥 好不好 劇情到這裡了 晚安啦掰掰 再見 掰掰 唉 folk 也 融 太太 好